他们是用心书写诗句的坚守者 他们是为音乐而生的歌者 是诗歌的魅力 吸引他们彼此汇聚 诗人写诗 歌手完成音乐编创 诗歌战队将联手打造 独一无二的原创诗歌音乐 今天六组战队将迎来新一轮敬演 用文字和音乐唱响梦想主题 诗歌战队 不仅要面对三位跨界嘉宾的辛辣热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新闻研究所研究员 星光奖金话董奖评委 石同宇 长风破浪 会有时 直挂云山 即沧海 国家级声音档案 著名演播艺术家 任志宏 会当灵绝顶 一览 众 山小 诗刊常务副主编 著名诗人作家 商镇 男儿何不带无钩 搜取观山 五十周 更要赢得百人诗评团的认可 敬演结束后 每位诗评团成员 都将票选出 他们最喜爱的三首诗歌 为原创文化加油 为中国诗歌喝彩 从诗歌高原 攀登上诗歌的巅峰 我们从这里出发 诗歌之王之梦想 即将播出 把诗唱给你听 欢迎来到 加兰面膜诗歌之王 现场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 这里是四川卫视 为您带来的原创诗歌文化类节目 诗歌之王 我是主持人杨玲 今天我们的敬演主题词是 梦想 根据我们今天的敬演主题梦想 我们也邀请了一个特别的方正 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就是做客我们现场的 一百位诗评团 欢迎你们 在我们本场六支诗歌战队全部敬演结束之后 请大家投出您慎重的投票 请注意每人有三票 必须全部投出 漏投票或者重复投票 你的投票都将失效 诗歌之王第五场敬演 梦想主题敬演 现在开始 首先登场的是 诗人夏舞和歌手徐琳 加油 忘词黑洞 别担心嘛 他们为我们带来的诗歌作品 叫梦想家 有请 我写的是一个失落的梦想家 所有的人都叫他梦想家 但是他不做梦 但你不觉得很矛盾吗 说实话 我有点读不太懂 但是我又同时觉得 其实他这个点真的蛮特别的 人们都叫他梦想家 他却没有梦到大海和天空 但是我觉得在你的梦想 没有实现的那一刻 这孤独其实是他内心的一种 在实践梦想的过程当中的 那个个人体验 所以说我想把 追逐梦想的过程当中的 这个孤独感刻画出来 我们都叫他梦想家 他却没有梦过大海和天空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他没有梦到鸟的歌唱 雨的沉默 甚至每梦都在大地上行走 人们都叫他梦想家 但却没有梦过爱情和温柔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没有梦到坟墓和上面的青草 甚至无法在梦里哭泣 梦想家走啊走啊 遇到的每个人都会问 为什么这样叫我 我其实从没做过梦 噢 可憐的夢想家 就怎麼開始哭泣 沒用的夢想 夢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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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具難怪還是小頭 人們都叫到夢想家 她卻沒有夢過它 也就為了一切衝動 但你上了深情悸動 和他們相遇的地方 其實 她沒有活過肉 對 夢想家 夢想家 不停留在一起 沒用的夢想 夢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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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個歌曲 它是很成功的 有請我的 詩人搭檔 下舞 大家好 下舞的夢想是甚麼 因為我很喜歡科學 所以我其實小的時候 在上小學期間 想當一個宇航員 但是這個夢想到現在 也沒有更改 就是現在我的夢想 仍然是在我的有生之年 可以到太空去 從太空看一眼地球 這是我覺得我在死之前 都是這個夢想 隨著年齡的增長 夢想變了嗎 後來我就結婚了 來到了北京 當時我結婚四年 都沒有懷孕 當時非常受打擊 所以我當時 在那個時候的夢想 就是可以有一個健康的寶寶 但是其實我 我的身體問題 因為我的身體問題 因為我的血型 我是RH陰性血 就是熊貓血 這個血型是 非常不容易懷孕 並且如果懷了的話 這個孩子和我的生命 都會受到危急的 所以當時我的夢想 就是可以正常順利的 生一個孩子 現在夢想實現了 對 這個夢想也實現了 現在我的兒子已經快七歲了 齊玲 你的夢想是什麼呢 沒有夢想 沒有夢想 真的 為什麼 因為我一直在跟我的夢想為伴 我覺得夢想應該是 你觸碰不到的 或者是你理想狀態 但是我一直在跟我的夢想 一直在一起 因為我喜歡音樂 對 所以我覺得他就是 我詩裡寫的那位夢想家 他沒有夢到成功之後的喜悅 他也沒有夢到過 如果在大海裡游 或者是在天空上飛 他只是頭頂天空 腳踏大地的 不斷地朝他的夢想前進 他並不關心 他是否是一個夢想家 但他就是一個夢想家 是 把我講得太偉大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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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老師 怎麼看待這段表演 和這一首詩歌作品 下午 下午 叫歌詞吧 別生氣 因為寫得很實在 實在到讓你所有的語言 包括從結構上到語言上 你就彈性不大了 應該是新寫的 為配合音樂 在歷史上 音樂是要為詩歌服務的 為詩服務的 現有詩後有歌 叫詩歌 詩歌一定要說詩話 但不是每句詩話 都能獨立成詩 你比如說 我餓了我想吃飯 如果獨立拿出來 你把它一定叫做詩 就很勉強 它必須在一個確定的 設計好的語言環境裡 成為詩歌 詩歌它如果要是說到 它的傳播力和穿透力 很重要的一點 我的觀點是 它一定要有一種 鼓舞人積極向上的正能量 比如說 鼓舞了幾代人的食指 大家可能都知道 它那首非常著名的詩 叫《相信未來》 當珠網無情地 查封了我的爐台 當灰燼的餘焉 嘆息著貧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執地鋪平 失望的灰燼 用美麗的雪花寫下 《相信未來》 這個鼓舞了幾代人 特別是在人逆境當中 當覺得命運對自己不公平 這個情況下 需要有一種強大的精神力量 所以這個 下午的這個夢想家 我試圖歸納出這首 詩的一個核心 就是下午在詩中寫的 只要你有足夠的堅持 其實夢想不會欺騙任何人 堅持二字非常的重要 是的 謝謝 其實夢想家不是空想家 夢想讓我們無論遇到任何的坎坷 任何的苦難 任何別人在攻擊的時候 我們會朝著這個夢想一直前進 當你達到了終點的時候 這一路的風景 也只有你自己知道 所以我想今天不僅僅是我和徐琳 我們在座的每一個人 都是夢想家 我們為了夢想家而驕傲 謝謝下午和徐琳 給我們帶來的夢想家 帶來對夢想堅持的 這種勵志的情懷 謝謝二位 謝謝 謝謝 我唱的是真的拍起來 真的是讓我震驚了 我是覺得說 只要不要目為兩名就可以了 這裡是詩歌之王第五場 夢想主題競演 接下來即將登場的是 陳年喜羅忠旭戰隊 他們為我們帶來的詩歌作品 名字叫 用羽毛一樣的愛 等候愛人掌聲有請 這回我寫了兩首 我都是看看 看看怎麼樣 兩首啊 用羽毛一樣的愛 等候愛人 我想擁有一個暴聽 陳年喜老師 她是一個比較實際的 就從她另外一首詩 想擁有一個暴聽 其實這個是特別生活化的 但是我從她另外一首詩當中 可以體會到 她的這種理想的愛 還是很美好的 夢想往往會比較容易寫的空 對 對 但是我們要最後 一定要落在我們的小愛上 羅老師你看這句子怎麼樣 我讀給你讀一下 好 我想去一趟金沙河 那裡有一種鳥 他們在相愛時 彼此收黎玉毛 這次寫的是歌 歌曲名字叫 《應羽毛一樣的愛等待愛》 在13年的時候 我在甘嵐打工 那是一個很荒涼偏僻的地方 在經過一個叫金沙河的地方 我看到那個河面上 有很多沉沉沉對的鳥 我發現他們真是非常恩愛 當時對我觸動很大 我一直記著它 突然回到我內心的 溫柔的那一部分 最後選擇了像羽毛一樣的愛 等候愛人 我覺得這首詩跟我更貼切一點 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比較 富於幻想的 比較浪漫的 我多想再去一次金沙河 哪有一種神奇 一生死守的鳥 聽說他們在一起沐浴 沐浴 愛何時 羽毛的顏色會變成藍色 我多想蛻變成他們其中的一個 能擁有同樣的 瘋滿羽毛的顏色 每天飛越秋河 再飛過目光潮測 抹去那灰色 用我的翅膀為愛上色 如果那時 遙不可及 我願意 忍受煙雨的折磨 如果能換來 那些輕盈的羽毛 把我最初的愛 同射在你的世界 如果那時 遙不可及 我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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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步穿越恐怖的沙漠 只為能換來 那些輕盈的羽毛 把我最初的愛 同射在你的世界 你的世界 我願意 封在你的世界 我願意 封在這兒 我願意 封在你 你看 封在我 我願意 封在這兒 如果那是要不可及 我愿意 忍受灭居的折迫 如果能困难 大声轻益的羽毛 把我最初的爱 放射在你的视线 如果那是要不可及 也愿意从车过什么 只会来成一个羽毛 把我最初的爱 放射在你的 你的世界 我多想再去一次 金沙河 如果那种鸟 已经幻面消失了 我愿化作一只蓝色的鸟 用羽毛一样的爱 等待 我爱的人 太烫难了 很浪迹 太烫难了 对 太烫难了 真的是十里 也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 请我的诗人搭档 陈年喜先生 谢谢 用羽毛一样的爱 等候爱人 当拿到这样的一个诗歌作品的时候 罗忠旭怎么样的一种感受 为什么会赋予他这样的旋律 我觉得这是一个意象中的 非常浪漫的 这种梦想 因为感觉是遥不可及 但是却又是我们每个人 所渴望拥有的这种爱和这种梦想 我在写 用羽毛一样的爱 等待我的爱人接受的时候 我就想起我在甘南 一三年在甘南打工 在经过一个叫金沙河的地方 我见到那个河的上面 楼尾的上面有很多的鸟 非常美丽 尘双尘地 在那个非常荒漠的地方 咱们真是一个亮色 我有这个想到我的动荡的生活 我有时候真是想 我愿意真是有这样一种宁静的 甚至是原生态的内容 生活给我 我真是太幸福了 但是我听说好像当时你拿到作品的时候 不止这一个作品 对 还有一首 我想有一个暴停 我想有一个暴停 开暴停是你的梦想吗 我是一个爆破工 我这个我的生活充 我这个工作充满了危险性 因为那个长期在非常巨大的造影环境中工作 我的厅力现在非常不好 也因为在那个特别狭隘的 狭窄的那个工作环境里工作 我长年挽着腰 颈椎 今年做了手术 身体恢复的也不好 但是我也没办法不做这个工作 因为我母亲她的食道癌 需要很多的药品来维持这个 我的孩子她今年上高中 要花很多的钱 当然在其实在我的心里面 我是不愿意过这种动荡的生活的 我希望有一个暴停 能一家团员 也能维持我的生活 还能实现我一些小小的梦想吧 比如说我能看一些书 我能上我的诗歌 再往高处走一点 刚看到这个陈年喜的这个诗歌的时候啊 我真的一点都想不到 他是一个矿工 而且从事的是非常危险 真是最底层的这个 叫杭道爆破工 听得都有点惊悚吓人 他的诗里头啊 有这么一句 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说 追赶大风的人一身尘土 尘土是他越来越沉重的祖国 他把一个很小资很文艺的这么一首诗啊 跟我们的国家联系在一起 我就同样地想到了 我们的那个著名的诗人爱卿 他的那个著名的诗作 为什么我的双眼长寒泪水 因为我对他爱的深沉 我觉得把祖国提到了他的诗里头 我认为他这种情怀就有了一个档次 真是非常的感谢一个普通的矿工 能够有这种诗情画意的诗人情怀 这个让我这个当文人的呀 我觉得五体投地 谢谢 到了这个联系和中序的五期节目了 几次都被中序把它词改了 那么我还要再表扬中序 就说这次你把词改得也好 音乐表现的这首诗 没有表现出来 但是应该具有那些丰富性 说你这段音乐和这首词比起来 你要更丰富 更扩大一些 联系呢是一个情绪 一个简单的情绪 诗歌当然可以表现小情绪 不是每一首诗都要表现得很博大 但诗歌呢还是要求丰富一点 那么恰好中序用音乐 给你补充了你应该有的那些丰富内容 不错 刚才呢罗忠旭用他的方式来演绎了 成年喜大哥精神境界的梦想 那还有一个呢是非常实在的梦想 是关于暴停之梦 那今天我们能否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来演示一下这部诗歌作品的优美之处 那就只有麻烦我们的任志宏老师 来我们掌声有请任老师 我想有一个暴停 小小的放得下苍茫的中年 它的屋顶要低 瓦颜的那种经常落着飞圈的鸽子 我不在的时候 接替我的是我小小的爱人 他蓝底白花地坐在那里 他不识字 把书册要舍不舍地 递给客人 放学了 孩子也会来这里 一边刻着瓜子 一边看着生活的庄重 他最好是在上海或者北京 有光线昼夜急行 有一些人在亭边坐下来 随手拿起摊上的报纸 画下一盏盏 马灯 年喜大哥的梦 其实就是一段像羽毛一样的爱 其实就是一个街边的小小的暴停 有梦想的人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给年喜大哥加油 接下来我们即将分享的是 著名诗人李莉和转音女王黄灵的战队 掌声有请 那个变装秀挺好玩的 我也挺开心的 我觉得40年后 把这个梦想在瞬间就完成 这是很有奇迹性的 这一生中有很多梦想 而且它不停地在变 随着年龄 我这首叫《迟到的梦》 它是随着事情慢慢到来的 那么这个梦 也是一个乌托邦 整体来说还是代表一种 理想的生活 这首诗一开始就是开门见山 就我要和你在山上许多光影 然后在山上 你不需要开会 也不需要应酬 就这首诗黄灵 我想它会遇到一些挑战 难度 因为毕竟这个经历经验太不一样了 两个人的经历 我要和你在山上 虚度光影 在山上 你不用开会 也不需要应酬 白云会围着你跳舞 清风会吻你的脸 祝你健康 祝你健康 愿意 我要和你在山上 我要和你在山上 祝你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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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愿意 在有情的花言里 放上一张大转 在明朗月光下 应久作诗 让心飞如云霄 成为命里 无法触及的小鸭 我们要像亚当和夏娃那样活着 在玫瑰花旁 在飘着清风的阳光里 并坐读奥义书或装子 那无意义的永恒 我们想在星空下换爱 我们也可以什么都不独知 成为我们自己 你躺着呆呆地望着余光 爱着 啊 啊 嘿呀嘿呀嘿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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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呀嘿呀 嘿呀嘿呀 嘿呀嘿呀嘿呀 嘿呀嘿呀 嘿呀嘿呀 任遥远的黄昏 從手中的茶杯升起 直到涌動的藏 你沉地坠的一半 在山上在山下 我要和你去渡逛 遠離境前和榮耀 在山上在山下 要和你的人去渡逛 如光影 遠離境遷和榮耀 在山上 我和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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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有請我的詩人搭檔 李莉老師 李莉老師真的是越來越投入 今天還開口唱歌 也是我的提議 我覺得被感染最後一段 我覺得一開始也沒有這麼計劃 你不怕你一開口會影響黃林的成績嗎 不會 怎麼可能 因為我知道有老師 他有他自己的想法 他可能想把注意力放在朗誦的部分 但是其實他有 真的付出了很多的 犧牲跟投入 他願意跟我一起配合 來唱這首歌 雖然只是一段 李老師來說一說這首詩歌的創作背景吧 為什麼是遲到的夢想呢 遲到的夢想 這跟我的年齡有關係 是吧 因為 該經歷的已經經歷了 人生從某種意義上已經走了一圈 這個夢 這個夢可能在四十五十歲以前 很難去寫這個夢 寫這首歌的原因是 我在五年前去大理的時候 那個時候 藍天白雲 清風吹著 突然來了靈感 過著簡單的生活 跟與世無爭 回歸自然 三位老師 你們怎麼看待剛才這部作品 二位是真的讓我眼前一亮 這倒不是因為 好像你們的年齡 基本上是兩代人 更重要的 我覺得是你們的表演風格 你們二位更有點中國傳統詩歌那種 比較委婉 比較抒情 比較能夠小喬流水 潤霧細無聲的那感覺 李莉是一個比較典型的詩人 什麼叫典型呢 就是說她無論多大年齡 她的心靈永遠是個孩子 是乾淨的 靈魂乾淨的 是實物為無物 這就是詩人 把這個弱化大理而強化山上 山上是個泛義的 大理是個具體的 如果你說到大理而海 就顯得這個格局太小 就很能裝下你這首詩的思想容量 我到今天真的很想表揚表揚我們的黃陵 改變了音樂風格 而唱了這麼一個清新的民謠式的歌曲 而且重要的是老李莉站在一邊 給你倆唱和這個很重要 李莉的聲音帶蒼蒼的 這種清新的聲音和她那個帶有蒼蒼的聲音 這種反差這個音樂效果是非常好的 李莉今天比你平常喝酒的時候唱歌好聽多了 以後別喝了 好 謝謝 謝謝 非常好 這是李莉老師和黃陵的精彩演繹 謝謝 黃陵老師 我來不敢唱的 所以不管嗓子如何 像個破羅 但是我還是吼了幾聲 把一種最原始的跟動物性的東西 散發一下 歡迎您關注我們節目的官方微信帳號 獲取節目資訊 與全國師友互動互聯 即將登場的是金牌詩人良芒 和流行樂壇的先行者周曉鴻 上戰場了 夢想 他們為我們帶來的詩歌作品 突然問理想 默默的 沒問題 夢想 我覺得夢想它應該還是我們 非常近能拿得著的 就是這個杯子我能喝口水 否則的話那個太遠就不是 那真是夢嘛 就白日夢 夢想你就 有的人這個夢想特別高 這個遙無可及 有的呢就會給自己設計一個特小的一個夢想 小的夢想 我覺得是人必須存在的 大的夢想 也得有自己的一個大的目標 其實我覺得這樣是最好的 達到裡面 就像我以前 我就想 有人唱我的歌 有得稿費 能把房租 夠吃夠穿 對 夠吃夠穿就行了 那個狀態是我最羨慕的 每一個人的夢想其實都有很多的 我說還要是要回到最初點 還是說不要把這個夢想定得太大 目標定得太大 如果這樣的話 你會有一種失落感 忽然問理想 夢是我的行囊 裝著一把木頭槍 兒時的玩具握在手上 假裝上了糖 這次叫突然問理想 這次叫突然問理想 這個理想 夢想 願望 到底是什麼呢 我覺得突然我就在問她的時候 我覺得理想 永遠都是你找尋自我的那個過程 和三個月 更需要 前遍 努力 兩把木頭鑽 ひ人 對 ethanol 歹人 我 他說 他 冬天生活熬过热汤 夏天找个熟悉凉 一边走我一边想 前方出现一群样 我的眼睛突然一亮 片片长一个漂亮姑娘 姑娘姑娘你站在沙托上 只要叫我的心价亮 虽然心中被火烧烧 我继续攜带继续追随啊 我突然闻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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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闻理想 你是瘦还是胖 到底是个什么形象 战胃就是阴影光 素比辨美的酒店寻找 是扎扎扭 扎扭我往前闯 又要二十的一把夹墙 我把心难死碎,而奉扬 才见这一肩款的西瓜 抬起头暗的听胸膛 丢掉耳心的引发加强 故事有歌我不着想 我要梦 我要唱 我要有力量 我突然奔理一下 我突然奔理一下 我想就是像小老师这样做自己 我想 给我一杯太阳 希望 希望 就像野马脱江 你想 给我一杯太阳 希望 抓住我的赞亮 你想 给我一杯太阳 希望 希望 就像野马脱江 你想 你想 给我一杯太阳 希望 希望 抓住我的赞亮 你想 你想 摇滚不死 大家用热烈的掌声 请出我的诗人搭档梁王 你想 你想 给我一杯太阳 希望 希望 就像野马脱江 你想 你想 给我一杯太阳 这首歌是你心中的梦想吗 梁王 这首歌不是我心中的梦想 它是写梦想的过程 因为当时当到北京的时候吧 最大的我觉得就梦想 就是能给唱片公司 或者是歌手 像小老师这样 我们写一首歌 然后呢用了我的歌 然后我跟他们在一起创作 然后呢可以养活我的生活 这就我当时到北京的梦想 后来这梦想 算是实现了吧 算是实现了 小欧 说说你的梦想 我小时候最 其实最早是学小提琴 然后以前最早 想成为一个小提琴家 然后在 开这个独奏音乐会 结果后来见了一个 有一天见了一个 比我还小的小孩 拉得已经比我好的 不知道多二倍了 所以我当时的这个梦想就破灭 我就觉得 我怎么也赶不上他 后来我就 连他都赢不了 对 后来我就改学小号了 许位老师 你们怎么看待 这首诗歌作品 梁芒的这首诗啊 让我想起了 已故那个 著名诗人 孩子的 著名的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 做一个幸福的人 为马劈柴 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 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我的理解 想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就要解决 粮食和蔬菜的问题 这个就是 我们经常学的 大家都知道的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梦想是要仰望星空 但一定要脚踏实地 脚踏大地 谢谢 为梦想加油 张老师 这个梁芒这首诗 我看的不是那么乐观的 就这个情绪 给我传达的是 是一个人 不断地追求 不断地失去 失去后再追求 是带着一种哀伤的 这里边有一些 忍忍的 尴尬的 让自己坚毅的部分 尤其在最后 不断地重复 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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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种负踏的方式 人们不断呼喊的事情 都是没有实现的事情 人们不断地要 追求的东西 都是没有得到的东西 那么突然问理想的题目 写得非常好 非常好 首先他定下了一个调度 说这个理想 为什么被突然问起来了呢 不是被突然问 是心里一直有 一直不敢提 提了 就带出这么多 我刚才说过了 那种小忧伤出来了 我看了梁芒的这个诗作之后 在听小欧的 她的演唱 我觉得一个诗歌 或者一个演唱者 小欧她本身 她那种沧桑的那种穿透 对童年 对自己的经历的一种回望 她那种感觉 通过她那种沧桑的东西 把梁芒的这个诗作 融为一体了 虽然回忆他们的青春的时候 有点悲伤 有点感伤的感觉 但是整个歌听下来 在小欧歌的精彩演唱下 还是满满的正能量 特别的向上 特别的快乐的一首歌 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 这首原创的诗歌作品 谢谢 突然问理想 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首歌 喜欢这首诗歌 本场的经验已经过半 今天我们的经验主题是 梦想 其实我写过很多梦想的歌 但是文靳这首 诗有新的意境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 这一组诗歌战队 他们把梦想 看成一束光 下面就让我们掌声 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当演员 我小时候梦想 也是跟诗有关 就是新古典的 把古体诗的那种学法 跟现代诗结合起来 很多小时候的梦想 就像一颗种子 埋在土里 你并不知道 它什么时候会破土核芽 我这首作品名字叫光芒 因为梦想 对于很多人来说 就是光芒 我有一颗月亮 抚摸过的心脏 它不懂事 像个孩子年少轻狂 幸福应当 坐在草垛上面信仰 我个人非常喜欢 它的这首光芒 我觉得写得非常好 而且就是现代都市当中 年轻人追逐梦想 在这个压力之下 在快接受的生活当中 在处理平常生活的 这种很多的矛盾 很多的这种纠葛当中 坚持梦想的这种心态跟状态 开场真帅啊 风格话非常明显 那天早真是 其中处会造大门跑上 城市的魂笔 随便乘下来一轮嘲扬 哪怕都着强 穷鼻子操作很嚣张 叫让钢铁的这段牌 永远不肯放下高枪 不过我们 也的确了起了理想 比如装子 比如可以枯萎的地方 我开始几昂 你必让 就和捉迷藏一样 咖啡显得越来越像玩鸡汤 酒吧不会承认 手指是所谋 一本书要学会 把自己合上 我知道那天后的回忆 闪着一条茫茫融融的光 时光往就要歌唱 Fly 来 来 来 You're to the sky Lie 来 来 我要去飞翔 在光芒上流浪 Fly 来 来 You're to the sky Lie 来 来 我要去飞翔 塞空一在肩膀 每天都好忙 头发也好脏 从就不送吃个到房 这老场 其实我可以蹲下 变成一座舌高厢 或者要闯 放到空荡荡的操场 我有一颗月亮覆没过的心脏 踏风动是香港孩子年少轻狂 幸福应当 坐在套断生命信仰 风吹过鱼飘过天天一片金黄 转让水发烫 花被蛇炸伤 天黑就打 让你在我的眼中撒亡 我沉默是为了适应沧桑 我在这一艘转 为迷行的太致命方向 Fly 来 来 You're to the sky 我要去飞翔 在光网上浏览 Fly 来 You're to the sky 我要去飞翔 我要去飞翔 在光网上浏览的肩膀 Fly 来 孤独守望着 想得以我所有的帝王 Fly 来 孤独渴望着 一个你都知道的家乡 Fly 来 我要去飞翔 在光网上浏览 Fly 来 我要去飞翔 在广广上流浪 我要去飞翔 彩虹屁在肩膀孤独 手忙着一个屋 所以永远一望 我要去飞翔 不只要我家乡 谢谢 谢谢 我特别说这种 说这种 我是真的不想恭喜 好 下面有请出 我的诗人搭档 宇文绝 这个再次送给苏醒 宇文绝 哇 苏醒这首歌 选用了自己非常擅长的 这个嘻哈风 我相信这也是 两个年轻人你们的梦想 在你们的心目当中 梦想就像一束光一样 指引着我们方向 给我们力量 文绝他在圆梦的过程当中 其实还是碰到了很多的困难 就是从小到大写的那些诗 后来我把它捏在一起出版了 但是呢 销量很差 有多差 就是林淡嘛 一本都没有卖出去 一本都没有卖出去 对 然后呢 我就想 再把诗歌和音乐结合在一起 我觉得这样可能是一种新的形式 在那三年里见了很多人 写了很多封信 用种种原因 后来都不了了之 在最后关头 一个本家也是伸出了元首 然后才把这个出出来 诗德哥出出来 真的是千呼万话使出来 背后有太多的心酸 那苏醒 说一说你的梦想 这一期我就说 我心中的梦想 我希望你的诗里面有一些 字眼带有力量 带有冲突 很接地气 感觉到一种冲撞感 所以它里面有一些 招扬城市的凤里 然后刀枪碰撞 彼此讨仗叫嚷 因为在我看来 大多数年轻人 现在他们的梦想 正是在每天生活中的 这样的小事 包括他们身边 遭遇到的这些人 他们的矛盾 他们的压力 他们的甚至冲突当中 来去坚持去实现的 我就希望说 大家可以去感觉到 我们对于梦想的这种 兴奋 还有我们的这种 内心的坚持 对我来说 如果要问真正的梦想 就是用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专业 做自己感兴趣热爱的事情 并且用它足够照顾自己的家人 爱人 同时在自己的行业里 留下一些有意义的 有价值的作品 这就是我的梦想 好 谢谢 谢谢 看来呢 这个诗歌的创作 两个好兄弟是有商有量 但是 三位老师接受吗 有这个心理准备 问问看 三位老师 这个光芒 这首诗呢 内容很丰满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小小的遗憾 就是苏醒呢 不能说唱的表达的不好 但是由于这种曲风呢 我觉得它 限制了这首诗本身的思想的内容 要告诉受众的东西 好像 由于这种曲风的变化 过快 不知道你在表达什么 仅仅给我留下的一个印象呢 就是一个旋律 没有内容 仅仅是一个旋律 我就建议就是说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不一定准确啊 我觉得老师说的非常的 就是一语众地 但我也非常感谢您用了就是个人感觉这个词 因为树 这个 弟弟之言一句 可能现在年轻人听歌的节奏也越来越快 但它原则是我一定会尽量的尊重援助 那也希望大家就是更多的朋友 不同年龄阶层 不同这个音乐喜好的朋友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改编下 听到自己要的东西 这是我们尽力在做的 张老师 第五期 第一次看你这么写 你的心得体会是什么 其实你把自己打开了 自由式是这样的 把龙子门 鸟龙子门打开 鸟飞出去 鸟自由 笼子也自由 就是你的结构也是自由的 笼子 这个鸟笼子的 最大的警惕就是不相信鸟的翅膀 你会飞 所以我要关着你 就原来你那个套路 类送辞那种套路 还有点带点圆曲的东西 那种套路呢 会限制你的情感的释放 现在你把它打开 和现代音乐 和苏醒的音乐结合 这至少是 这五期内我看的最成功的一个 谢谢 谢谢张老师 哇 好高的评价啊 当你还努力地保留你在 作为一个诗人的一点 写着习惯和写着尊严 比如你使用了感觉错位 是吧 纯样酒发烫 花把手扎伤 是吧 天黑就打烊 这都是感觉错位 是诗歌需要的一种手段 苏醒你别笑 你在对这首诗的 这首诗的诠释的时候 你用了你的方式 把节奏加快了 形式新颖了 人们要喜欢这段音乐 回去追溯这个词是什么 就像我第一次听那个 周杰伦 是周杰棍啊 他叫周杰棍 周杰伦啊 唱那二杰棍似的 我就跟我女儿说 我要把那词找来我看看 这是我个人经历 听歌手的词 找词来唱 先听后唱词 最多的就是周杰伦 我知道他叫周杰伦 我也见过他 现在苏醒呢 我希望你能也找到那一天 我听着你唱歌 哎 苏醒唱了谁的词啊 把词给我找了我看看 希望人们从各个通道里 进去探索 去中的奥秘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说实话 今天可能是 我在这个舞台上 除了第一期的白雪阁之外 我对我们的作品 最满意的一次 也是我最自信的一次 在听了老师们的反应之后 其实我更加地坚持了 用刚刚文决在后台 跟我说的一句话 如果你在做梦 就别苏醒 没错 所以到现在我一直没醒 我也祝所有我们在场 如果是在追梦的年轻人 能不行就不行 你还能追梦 多么奢侈的条件啊 加油 坚持自己的风格 OK 谢谢大家 太棒了 说得真好 谢谢二位 为你们加油 谢谢 三位老师 我认为我们的作品 还是非常OK的 我个人认为 这是我们在白雪阁之后 可能最好的一次合作 我觉得我们今天 应该也是前三了 我感觉啊 我不知道 就我们第一次 白雪阁一次我感觉的 我还排第六是吧 欢迎您的陆新浪微博 参与话题 《诗歌之王》的互动讨论 为诗人歌手加油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战队 是诗人仲宁和歌手曾敬文 那我们要让大家 为了梦想热起来的 他们为我们带来的 原创诗歌作品 名字叫 谢谢你 没有放弃 梦想这个主题 当我拿到的时候 其实挺迷茫的 因为我有想过 我是要阐述自己的梦想 还是我对于梦想进行解释 因为可能每个人的梦想都不一样 所以你们的梦想是什么 我梦想是赚钱 然后就是能够创建一个娱乐性公司 我的梦想就是 是变成世界好了 趁着年轻 然后多去体验一些就是 极限的运动项目啊 我觉得梦想实际上就是 它是遥不可及 却伸手可得的 一种很虚无的想象啦 有的时候梦想做太大 就会是 妄想 完整一个梦想 应该是每一个人心里 一生中都很期待的事情 这首诗的名字叫做 谢谢你没有放弃 今天起 我要随蒲公英 去追寻希望和远方 迎着流言蜚语 幻化出的荆棘森林 其实我想采出一种态度 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梦想 寻求梦想的过程当中 你会遇到很多的阻力 当流言蜚语 给你造成困扰的时候 希望就是每个人都可以 能坚定自己的内心 把这些所有的阻力 都变成自己的动力 唱着冷漠 灰浅的潮汐 唱着嘲讽 新奇的风雨 是像梦里的迪士尼 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今天起 我要随着不拥去 终结我 旋放 迎着流言蜚语 幻化出的 青天结我 我要 随着浮宫 吹着心血 往远方 迎着 流言蜚语 尽棘棋棋棋 棋棋棋棋 免朝风向 以自己快乐光是 免朝风向 跌跌成转 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 太漂亮了 我们的迪士尼 天纯 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又 画下 那一张 善良的笑臉 拼著春帆 安在 一夢未明的小圈上 我要 花下 再一展展 善良的笑臉 拼著春帆 安在 一夢未明的小圈 唱著冷漠 灰禽的潮汐 唱著強風 興起的風力 思想 梦里的迪士尼 只要從頭路才可以 把這個歌的感覺給帶出來 從有一天 我會住進一隻白毛的距離 迎著月光暮雨 雲 對自己說一切 謝謝你沒有放棄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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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can 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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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門來的迪士尼 I can walk I can walk 請大家用掌聲 邀請我的詩人搭檔 終於 剛才呢不僅是歌者 加了一個小設計 我覺得非常棒 變成了指揮家 我用搖滾跟小提琴 代表了夢想跟現實 然後還有一些和聲 啦啦啦啦 代表的是很多人言可畏的聲音 在我們的夢想的路上 可是最後只要你堅持 只要你不要放棄 我相信最後 搖滾代表的夢想 會打敗弦樂的 代表的現實 當然 給我們帶來 絕美的詩歌體驗呢 肯定少不了我們 仲妮的好詩 仲妮 你的夢想是什麼 我的夢想是 是寫童話給小朋友看 我哥哥的孩子 大概在四歲的時候 就是當時我們生活在一起 我經常跟他相處 然後跟他相處的時候 他經常問我一些問題 小孩子問的問題 就其實很厲害 就是他讓你無法解答 所以他在問我問題的時候 我會去翻看科學的方面 去解讀他 他在追問的時候 沒辦法 我答不上來 我就翻看國學 國學 我再答不上來 我就去看哲學 看到後面我發現 小孩子的問題 我真的答不了 的時候我就 又加上自己 那個月曆的關係 很多東西我理解不了 所以 我可以讀萬卷書 不論行萬里路 我希望我的夢想是 我能走遍這個世界 然後看更多的風景 然後見到更多的人 然後學到更多的東西 想清楚更多的事情 最後把它寫成童話故事 給小朋友看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二位的解讀 來 三位老師 喜歡這部作品嗎 你們怎麼看 這首詩 他的題目叫 謝謝你沒有放棄 其實這是 祝你寫給自己的 那個你也是他 大家其實都知道 人為什麼要有理想 或者為什麼要有夢想 就是想實現它 實現的目的是什麼呢 是完成自己 完成一個更加 高大 飽滿 自主的自己 這就是 夢想和理想的起源 那麼 仲尼呢 這首詩 完全是 寫自己的情感經歷 把生活經歷 給壓縮成情感經歷了 應該這麼說 是寫著你的感受 其中有很多感悟的東西 整個這首詩的氣息 還比較貫通 表達也算清楚 當然也有 曾經文自己這個 在音樂上的理解 和他自己的表現力 使得 這樣一個 個人的情緒 在一種 極度的 甚至有點 接近扭曲的狀態下 藝術的釋放出來了 這個做得非常非常棒 其實呢 仲尼這首詩的核心呢 是他從童年的一個夢開始以後 對未來的一種 訴求 或者叫渴望 精神上的訴求 比方說 無論潮汐 無論風雨 他最終要使向那個夢裡的迪士尼 非常形象的 通過他的一個小手筆 引領了眾多的孩童 青少年 產生了回憶 對童年的回望 幻想 這就是藝術家的功力 謝謝兩位為我們帶來的夢想之作 謝謝 這裡是《詩歌之王》第五場競演 今天關於詩歌更關於夢想 到底本場競演 他們的詩歌誰更打動你呢 每個人手中的三票必須全部投出 請注意 重複投票或者是遺漏投票 您的投票都無效 誰能夠實現今晚 《詩歌之王》舞台上的夢想呢 請投票 我覺得評論老師還是把我們說得很好的 他們把我們說得最好的 他們把我們說得最好的 我們還挺開心的 因為這詩歌他們沒法挑剔 這個詩歌這個 真的 我知道這個詩歌放到任何一個國家 都是很好的 很期待他們給了我們投了多少票 我就預測我們三四年 因為別人他很有 三年一四年 對別人他很有辦法 他就是小弟其實用上的那個那個 朗誦也有 各拿法寶 這真的是非常拼的 咱倆什麼時候在 如果真有機會的話 咱倆能那個繼續走那麼遠 咱倆合唱一個 好 所以你們要想看到我們的 那就這個合唱 就得支持我 就得支持我 這一期我們弄到個第五吧 其實第六沒關係 因為 因為蠻期待第六的 那為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第六的話 下一期我就拼了 我想看看我們就是最後 在第六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 就絕地反擊 第一組 下午 徐麗戰隊 第二組 陳妍希 羅忠旭戰隊 第三組 第三組 李莉 黃陵戰隊 第五組 宇文爵 蘇醒戰隊 第六組 陳妍希 羅忠旭戰隊 以自己快樂 方式 別唱不響 師哥之王 第五場競演 夢想主題 根據我們的投票 最終的排位是 排在第一位 七十一票 也是我們五場 得票最高的一組 恭喜 李莉 黃陵 接下來 排在第二位的是 五十八票 仲寧 曾靜雯 接下來 排在第三位的是 四十五票 梁芒 周曉鵬 宇文爵 接下來我要宣布 排在第四位的是 四十二票 宇文爵 蘇醒 還剩下沒有宣布成績的 兩組是 陳妍希 羅忠旭戰隊 和下午學禮戰隊 排在第五位的 會是哪一組呢 各位 排在第五位的是 得票三十九票 各位 排在第五位的是 得票三十九票 陳年喜 羅忠旭 謹隨其後的就是三十六票 下午徐林戰隊 我們掌聲給這兩支隊伍 也鼓勵一下 夢想家走啊走啊 剛才就是我們本場的 競演的最終成績 到了下一場 我們的偶數場 又將迎來踢館戰隊 踢館戰隊 如果進入前三 代表踢館成功 兩場的成績 排在最後一名的 將離開我們的舞台 下一場 我們的禁言主題是 致敬經典 下一場 我們再見 謝謝 開啟時空穿越之門 六組詩歌戰隊 重返詩詞的黃金年代 此外 詩歌之王最神秘踢館戰隊 也將夢幻登場 下週六晚二十點三時 看四川北市 詩歌之王之至敬經典